某日午后 我正慢悠悠往石墨里加水 做豆腐这是 急不得 小姐 老奴总算找到你了 这些年真是苦了你啊 一声哭嚎 吓得我打翻了手中的水瓢 来者是个穿着富贵的嬷嬷 像大户人家的奴仆 他对着我上下打量 像 像极了 把我领回乌扒了我的衣领 看到肩上一颗朱砂小之后 又是一番痛哭流涕 她是我小时候的奶娘赵嬷嬷 我是镇北侯府走丢的二姑娘 没了十几年豆腐 我一朝翻身 飞上枝头做了凤凰 赵嬷嬷留下一包金子 给我的养父养母 小姐 你和这家人缘分尽了 马车晃晃悠悠往京城驶去 离我过去的人生也越来越远 我原来叫姜玉 因为我脖子上有块不离身的美玉 前些十日 弟弟生了病 我把玉拿去当铺换了钱给他拿药 赵嬷嬷说我现在叫姜琳朗 本来你小时候叫姚光的 赵嬷嬷叹了口气 自从你被拐走以后 夫人整日以泪洗面 记性时好时坏的 后来侯叶从祖里抱了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养在夫人膝下 她改名叫了姚光 她年岁大些 你叫她姐姐 不过你才是侯叶的亲生骨肉 是真正的贵女 她不过是当个虚名罢了 姚光 我知道 是天上的星星 镇北侯夫妇从前 一定很疼我 我从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宅子 游郎曲折 石子铺路 院中又有亭台楼阁 骑时临巡 翠竹繁茂 画本里神仙住的地方莫过于此了 玉儿 换我的美貌妇人相貌和我有五分相似 她便是我亲生母亲王氏 看清我的面容后 她抱着我哭了一场 娘 我抹了把眼泪 恨不得哭得背过气去 姜王氏吓得不轻 这些年委屈你了 小姐和夫人是母女怜心啊 如今团聚是大喜事 都别哭坏了身子 赵嬷嬷上来劝我们 郑北侯年轻时也应当是个美男子 我的薄唇更像他 他见了我虽激动 却也不至于情绪失控 我上前磕了头 老老实实叫了几声爹 随后心满意足 带着他们赏我的一堆锦绣绸缎 回了我的院子 关上门后 我当即擦干了泪 像没哭过一样 从小到大 我无师自通学得了如何察言观色 讨人喜欢的本领 做得是有三分 说的话便要有七分 世人多爱听美颜 我第二日才见到名义上的姐姐江瑶光 她面容娇艳 穿着一身海棠粉的乳裙 头上朱翠环绕 走起路来连不轻移 却未发出声响 江瑶光才符合一个世家贵女的形象 妹妹 我昨日染了风寒 怕过了病气给你 江瑶光用手帕掩面 我摇头 不要紧的 姐姐多注意身体 妹妹能回府中 我真是在欢喜不过了 她拉着我的手 雪白细嫩的手 和我褪皮的手 形成了鲜明对比 你的手怎么了 可是受伤了 我笑了笑 常年做豆腐 手自然是这样 江瑶光眼中涌出了泪 我竟没想到 你在外受了这么大的苦楚 我安慰她几声 江瑶光还是哭个不停 话都说干了 她那手帕都换了一条 泪水也没干 姐姐 你这是 我心下疑惑 这世间竟有人演技比我还好 说哭就哭也就算了 这泪水还滔滔不绝 我们小姐有个不足处 若是情绪上来 便会哭个不停 少说也得一刻钟才停 江瑶光的婢女熟练地从怀里掏出一条干净的手帕 让 让妹妹见笑了 江瑶光一边打哭格 一边说道 我让赵嬷嬷赶紧给江瑶光倒水 没想到我这姐姐还是个哭包 片刻之后 江瑶光指了泪水 她给我带来一堆书 这都是我心爱之物 妹妹可要好生珍藏 她依依不舍地将书交给我 我大字不识几个 收下这些书是荒废了 江瑶光看我的眼神像是看文盲 她说要教我读书认字 其实我认识 但说出来好像没什么说服力 好不容易将她送回去 我累得在床上歇了半赏 一摸袖子 被江瑶光泪水打湿半侧 竟还未干 真乃其人 江瑶光对我的态度怎么跟画本里的不一样 我不解 画本里说高门深处 姐妹之间必定鸡飞狗跳 我决定静观其变 回侯府以后 赵嬷嬷将我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我是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早上起来先读诗经 上午再写几张大字 下午跟请来的师父学对异 晚上睡前再被几遍侯府加谱 侯府算上庞系 大大小小加起来好几百号人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 不如让我回去磨豆腐 从小到大 我一直是这样过来的 江瑶光笑笑 快 将这几页字写了就能 就能休息了 我提着毛笔的手都在颤抖 不是 就能接着学如何品诗了 江瑶光兴致勃勃 我将早些年我做的诗拿来让你看看 我哀叹一声 赵嬷嬷说 我与相府定有婚约 相府规矩森严 现在让我勤学苦练 也是为我好 她用象牙书帮我梳头发 一边夸道 小姐这头发乌黑浓厚 随了夫人 就是这学识 她虽然没说全 我却也明白 教导我的女夫子跟我娘说我每日读书勤勉 却不见进步 那是自然 书读了 我装的 我急会做表面功夫 王氏出嫁之前 是京中有名的才女 江瑶光也是文采斐然 他们二人就能对着一首诗滔滔不绝品味鉴赏一整天 听得我是如坐针毡 更糟的是 听闻相府公子已经回京了 我被这婚事愁得头发都掉了一把 江瑶光找上门来 妹妹 你能不能将婚约让给我 江瑶光话还没说完 哭得梨花带雨 拉着我袖子不肯松手 说着就要跪下 什么叫让 本就是属于你的 我赶紧把她拉起身 能把这个烫手山芋甩了 我求之不得呢 相府是什么地方 规矩森严 对我无异于是鬼门关 我不关心那相府公子是个什么青年才俊 我只知道江瑶光再哭下去能把我卧房烟了 林郎 你人真好 江瑶光 泪眼连连 我递给她一方手帕 姐姐可是与那相府公子青梅竹马 早就心有所属 江瑶光手中动作顿住 脸也越胀越红 林郎 我跟她 你还是不要多问了 嗯 我心知江瑶光有事隐瞒 她面皮薄 从小在侯府被养得天真 根本藏不住事 看她神情慌乱 显然是乱了阵脚 林郎 总之你应了我就好 江瑶光垂下眼眸 看来姐姐是对那相府公子一往情深了 你放心 我定想法子让你如愿 我江瑶光犹豫片刻 吞吞吐吐 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送走江瑶光 我将婢女连翘叫了进来 连翘是家生子 她相貌平平 并不受侯府主资待见 我这个贵女刚回府时 侯府许多人都在观望 婢女小思也怕跟错了主资 将来没前途 连翘是第一个向我投诚的人 连翘从小在侯府长大 对侯府的是异常熟悉 她对我有用 方才江瑶光来找我 让我将婚约让给她 你怎么看 我用纸腹摸索着茶杯 连翘私存片刻 大小姐性子软和 自己是拿不了这样大主意的 应当是齐嬷嬷怂恿的 齐嬷嬷是江瑶光的奶娘 事实为她考虑也是应当的 毕竟在众人眼中 相府这一桩婚事 乃是不可多得的良配 江瑶光与裴相府上可有往来 我问得隐晦 其实我更想知道她与裴公子之间的事 据我所知 大小姐和裴公子之间从未见过 这倒是出乎我意料 裴公子幼时被送到祖宅读书 裴氏是江南大族 裴怀川在族中排行第三 十二岁便有传世诗作 他此次回京 已然是连众二援 待春围过后 拿下状元尤未可知 毕竟裴氏祖上已经出了两位状元 对裴怀川的了解虽不多 我大致能判定这是个会读书的世家贵公子 与江瑶光恰恰相配 不管江瑶光出于什么目的提出要这门亲事 我心底却是同意的 但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一日 我向母亲王氏旁敲侧击这门婚事 王氏道 这亲事是裴相与你爹定下的 都怪我当年疏忽 才让你走失 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娘一定好好补偿你 让你风风光光 嫁进相府 姐姐常年陪伴在母亲身边 想必他们以为定亲的应当是姐姐才是 不如 我尝试性起个话头 你放心 相府结亲 定要娶的是侯府嫡女 非你莫属 至于你姐姐的婚事 我会好好给相看的 我更不放心了 但王氏言之凿凿 他一片慈母之心 提起我的身世 又开始伤心起来 我只好岔开话题 王氏这里说不通 得从我爹镇北侯处下手 我爹娘感情深厚 镇北侯是武将出身 他也免不了俗 府中还有一个姨娘 我还有一笛一树两个哥哥 一期一切 在世家贵族之中 俨然是算少了 可惜的是他平日忙于公务 我见到他的次数不多 每次都当着一大家子面 根本找不到机会开口 他对我这个常年未曾见过的亲生女儿倒是疼爱 可能是我的薄唇 有三分像他 镇北侯总想表达一下多年来未宣之于口的父爱 我拿了些自己亲手绣的鞋底香包送他 虽然针脚粗糙 图案模糊 他收到这些东西开不开心 我不知道 但我看着他赏的库房里那些衣裙首饰越来越多 喜不自胜 我最爱的还是香笛里那些精致玲珑的金子 没办法 我从前过的是苦日子 没有比钱更能给我安全感的东西了 连翘不理解我为何睡前要数一遍金子 小姐 你看这些金子的眼神 怎么了? 好像在看心肝宝贝 傻姑娘 这就是我的心肝 我赏了她一个银花生 天气渐渐转热 王氏要带我和姜瑶光去寺中礼佛 说是要去谢谢菩萨保佑 前去还愿 念经礼佛吃素斋 这是贵女的必修课之一 似乎是做了这些事就能沾上些仙气 我对神佛无意 不过想着在路上就不用炼字了 自然应允 短短一段时日 我在镇北侯府就如脱胎换骨一般 从前在江家 虽说日子安稳 但也清贫 很少沾昏腥 回到侯府以后 食材皆是上品 山珍海味 色香俱全 王氏还特地命厨房 给我做了药膳补身子 狮子头色泽油亮 鲁鱼鲜嫩未美 眼窝晶莹剔透 可惜的是 在侯府吃饭也要讲究礼仪 拿筷用勺 细嚼慢咽 一套流程下来 菜早已变得温凉 我正是长身子的时候 白日里要苦学 晚上总是饿得抓耳挠腮 幸好赵嬷嬷会在夜间让厨房给我煮些夜宵垫肚子 此行前去的是京郊的黄爵寺 一路古树参天 郁郁葱葱 江瑶光非要和我坐一辆马车 他掀开窗帘 指着外面的风景道 此情此景 林郎你可有什么所思所想 好高的树 好多的草 我脱口而出 江瑶光摇了摇头 春日迟迟 惠目七七 我嘖嘖两声 赞叹江瑶光的诗情 林郎 诗经 难道你还没被吓吗 江瑶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不过三百余首诗 竟然拖了这么久 正好 我考考你 我险些昏厥过去 本以为在马车上不用练字 谁想到还要背诗 姐姐 马车过于颠簸 我难以集中精神 我以首符额 找了个借口 无妨 我给你讲诗文 你听着就是 江瑶光兴致勃勃摸出了一卷书 好不容易到了黄爵寺山脚下 我几乎是逃下马车的 黄爵寺位于山顶 必须从石阶走上去 等寺中的僧人带我们安置下来 天色已晚 江瑶光和王室体力不支 早早回乡房休憩了 这点山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没有那些魔人的诗句缠身 我反倒觉得神清气爽 黄爵寺里的大师讲解佛经声明在外 但这里的素斋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晚饭我匆匆尝了几口 睡前很快就变得鸡肠碌碌 连翘自告奋勇要去给我找点吃食 但我左等右等不见他归来 我起身出门 一边回忆着白日里僧人说的黄爵寺不菊 可惜此时天色已晚 寺中一片寂静 树影婆娑之间 我看见一处厢房有昏暗的灯光 我忍不住向那屋子靠近 屋内传来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敢滥用私刑 有何不敢 男子声音冷冽 紧接着是力气刺入肉体的声音 我会告诉大理寺 我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糟了 我心下大惊 不管屋内是谁 我都不能跟他们扯上关系 放轻脚步 我转身就要离开 四周安静极了 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三步 两步 马上就要离开了 站住 我根本就没看清这个身形如鬼魅的男子是如何出现在我面前的 月光下 他身形修长 黑发如墨 一身悬衣似乎是从黑夜滋生出的要挟 我连忙低下头 不敢看他面容 我什么也没看见 没听见 我就是路过 我再不回去我家小姐会担心的 你家小姐是谁 男子并未收敛身上的杀意 镇北侯之女 我拿出我爹的名声出来 希望能镇住面前这个赶在皇家寺庙中杀人的贼子 我是小姐的心腹 她若是见不到我 一定会派人找我的 男子吃笑道 你再要挟我 我不敢 壮士放心 今夜之事我不会让人知道的 他一把向我颈尖袭来 好个恶毒贼人 话已至此 竟然还要杀我 我反手在她手腕上狠狠抓了一道 她吃痛 却没停下手中的动作 我脖子上的玉佩被她取了下来 正迎上她那双漆黑如墨的毛子 原来她的脸上还戴了面具 难怪肆无忌惮 此物交由我保管 你可以走了 我气急 这玉佩是上好的合适币 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壮士 这玉佩是我从地摊上买的 不值什么钱 我把小姐赏我的镯子送你可好 不好 男人妈撒着手中白玉 再不走 你就等着你家小姐给你收尸吧 我三步并坐两步 连滚带爬逃出了这院子 真该死 我骂了这不要脸的贼人一晚上 连翘回来之时找不到我 也不敢轻举妄动 小姐 你去哪了 我给你带了两个馒头 我和连翘一人吃了一个 但遇见贼人之事也不能告诉他 于是想了个借口搪塞 一日 我向寺中的僧人打听那间厢房住的是什么人 施主 这间厢房平日里是刑部侍郎家眷常住的 但已经好些日子未曾来过了 果不其然 屋子里干干净净 别说血迹 连灰尘也没有 昨夜发生的一切仿佛一场梦 但我知道 不是梦 屋内没有灰尘 恰恰是人处理过后的模样 黄爵寺一切安宁 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 连翘 你去跟那几个小僧迷打听打听 这寺中有没有人失踪? 连翘虽觉得好奇 却从不多问 我很满意他的分寸 小姐 没人失踪 只是有个年最大的高僧身体不适 这几日卧病在床 在黄爵寺待了几日 我闭门不出 生怕再碰上那贼人 好在一切风平浪静 想必那贼人已经下山了 王氏拉着我对诸天神佛磕头 我心中念叨 保佑我早日找回白玉佩 至于那贼人 最好没事缠身 喝凉水都塞牙 等我们下山那天 黄爵寺又来了一批客人 是刑布侍郎的儿子 替母亲来祈福 王氏与刑布侍郎夫人交好 得知他生病 特地将他儿子换来 刑布侍郎之子名为贺明 他相貌不凡 身姿挺拔 见过伯母 贺明拱手行礼 他谈吐斯文有礼 几句话就让王氏心花怒放 屏风后的姜瑶光 也忍不住多看了贺明几眼 随后 贺明便告辞离去 我嫌屋内空气不畅 带着连翘出去散步 姜二姑娘 贺明竟然去而复返 我回忆着嬷嬷之前教我的礼节 行了礼后便要离开 贺明可以算得上是美男子 但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违和感 尤其是他那双眼眸 幽深漆黑 听闻你自幼多病 一直养在别院 不知身子如何了 多谢贺公子关心 已经无大碍了 贺明拱拱手 方才离去 看似寻常 我却心下不安 他行礼时 袖子下的手腕白皙如玉 隐隐有几道红痕 我曾抓伤贼人的手 他是那贼人 刑部侍郎之子在寺中杀人 难怪他不怕大理寺 出了什么事都有爹承担 我只觉得遍体声寒 回去的路上 姜瑶光却主动提及了贺明 贺公子倒是斯文有理 我却没听贺四娘说过他哥哥是个这般性子 不好 姜瑶光别是被贺明糊弄住了 我看他长得贼眉鼠眼 定非良配 我不遗余力地诋毁贺明 要我说 还是陪向之子更与你相衬 姜瑶光一时间语色 琳琅 先前我说那事 你莫放在心上 是嬷嬷那夜抱着我哭诉 说我若不争取这婚事 日后就我有些惊讶 我还没想好如何套话 将姜瑶光就全盘拖出了 是我目光短浅 受了嬷嬷蛊惑 相府何等人家 定然只能娶侯府嫡女 你性子好 竟也容忍我说那些胡言乱语 娘亲已经允诺我 会给我找个好人家 我们姐妹情义深厚 我再不会被人挑拨了 千算万算 没想到王室有如此雷霆手段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已经处理了姜瑶光的嬷嬷 还安抚了姜瑶光的情绪 姜瑶光性子软弱 缺乏主见 王室知道 他对我根本构不成威胁 我一时之间觉得有些恍惚 只觉得未来之路已经被安排好 根本不容错乱 听闻刑部侍郎之子贺明在黄绝寺中抓了个潜逃十年的贼人 其人胆大包天 感冒充高僧 索性无人伤亡 王室一阵后怕 庆幸我们离开得早 回府后不久 我大病一场 出于后怕 王室不许我们随意出门 将我们居在府中许久 姜瑶光已然习惯 时光荏苒 便是之后 放榜之日 侯府后院如同一锅废水 小姐 裴公子被钦点为状元 时间一久 我都险些忘了自己还有这某个未婚夫 裴怀川能重状元 是郑北侯意料之内 裴相之子与郑北侯之女自幼定下婚约 是京中世家皆知之事 但不乏有心思活络者也看中了裴三郎 相府派人邀请郑北侯府前去金江楼关进士游街 无意给郑北侯府送来了强心祭 表明相府对这门亲事的看重 王氏让人给裴府准备贺礼 郑北侯府上上下下盲坐一团 金江楼的观景位置最好 只有权贵人家才能定下位子 王氏带我和姜瑶光梳妆打扮 方才出门赴宴 裴相夫人宋氏是个温柔的美人 他膝下仅有二子 长子裴怀川便是如今的新科状元 幼子裴怀平年仅六岁 还是个小郎君 在族中排行期 他跟在裴夫人身后 年纪虽小 却显得唇红齿白 脸上带着婴儿肥 身材也有些圆润 江夫人好福气 养了这么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裴夫人拉着我和姜瑶光的手 一番客套之后 众人站在窗边等着世子们经过 我发觉裴七郎在偷偷打量我 一时间觉得有趣 便主动和他大话 七郎年岁几何 可曾读书 功课如何 裴七郎对答如流 恰在此时 窗外锣鼓喧天 人声鼎沸 我向窗外看去 众人簇拥之下 新科状元 俨然鹤立鸡群 裴怀川头戴金花乌纱帽 身着红袍 手中捧着圣旨 骑在金安骏马之上 榜眼是个年余三十的中年男子 探花狼倒是生的骏 五官端正 但裴怀川其人 面如白玉 清俊雅致 红袍浓艳 也掩饰不住他出臣的气质 裴七郎点起脚尖 努力向外张望 我让他站在我面前的凳子上 向外观景 裴七郎 张红了脸向我道谢 多谢姐姐 我将来也会像兄长一样努力读书 考个状元出来的 他眼中全是对裴怀川的如沐之情 裴怀川有这么一副出众提相 我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裴七郎往我手里塞了一枝花 姐姐 你快扔给我兄长 我脸上的笑微微僵住 游街两旁的路人都在向他们投掷鲜花 裴怀川却从来不接 裴七郎拽着我的袖子一直催促 裴怀川已经策马到了金江楼下 我只好随意置下手中的花 哥哥 看我 裴七郎高声喊道 周围人声嘈杂 我本以为裴怀川是听不到的 不料他偏偏扬起了脸 定定地看向我们 裴七郎听命地挥手 我怕他落下去 护在他腰间 好巧不巧 裴怀川接下了我抛下的那枝花 他将那枝粉白的花握在手中 浅浅一笑 四周传来女子的尖叫声 啊 他对我笑了 我只觉此人容貌过盛 应当避而远之 裴怀川进了汉林院 毕竟他是裴相之子 前途无量 我和裴怀川并未见过 他在官场风生水起 我在后宅背书练字 裴家下了几次帖子 邀我和江瑶光去赴宴 每去一次 就是对我身心的巨大折磨 裴是一族族人众多 嫡出的就有五位姑娘 二房有两个 三房有三个 裴像是族长 也是大房 裴辅规矩森严可不是说笑 那些姑娘言行举止都像是在模具里出来似的 一言一行都有讲究 为了和他们融在一起 我说话做事都要万分小心 生怕语举 既然才学不深便谨言慎行 林郎 你的诗做得真好 裴五娘夸了几句 不如再帮我品鉴品鉴 我的冷汗都差点出来 这是哪里是我做的 是我硬生生在府中备下几首精油江瑶光改过的诗 水平不高也不低 主打一个中庸 应付一般场合足够了 五娘的诗清心秀丽 我自愧芙如 我连忙敷衍几句 好在裴七郎解救了我 但这小子年岁虽小 看得书却多 看他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 开口闭口 都是诗书 小小年纪 思虑过多 将来可是会受不下来的 我眨眨眼 从前我爹娘老逼我念书 天天在屋里看书 身上慢慢地就像个皮球一样浮肿 裴七郎吓得面色煞白 他可不想一直当小胖子 姐姐 你是如何瘦下来的 自然是多出去走动 我指着裴府花园里一棵树 我瘦下来之后 爬树都不在花下 裴七郎半信半疑 眼下四周无人 我拍了拍手 三下五除二 便攀上了树 摘下一丛枝叶上的樱桃 再翻身下树 递给裴七郎 裴七郎惊得目瞪口呆 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我让裴七郎伸出小指 和他勾了勾 裴七郎点点头 还是小孩子好哄啊 我还在花园里捉了只蟋蟀 教裴七郎如何斗蟋蟀 这都是寻常相末普通人家 孩子常玩的东西 裴七郎这世家公子 却从未听过 玩一会就放了 千万别让人发现了 我叮嘱裴七郎 裴七郎虽可爱 但这裴府 我还是敬而远之 天气渐渐转凉 冬日悄无声息地来临 皇帝下旨要东寿 群臣可以带家眷随行 陛下年迈 已经多年不曾 进行过这样的盛事 王室让我和江瑶光 必须前去 这场狩猎 也是世家青年贵女相看的好时机 我心道 王室是要借机给江瑶光 看一门好亲事 如果有可能 我真想把裴府这门亲事送给江瑶光 我不擅长骑马 大多时间都缩在马车里 贵女们聚在一起 也会谈论哪些男子最为出色 状元郎裴怀川 文才斐然 相貌出众 但只是个文弱书生 不擅长武艺 贺明却武艺出众 常常带着猎物满载而归 他们两人是好友 常结伴而行 我在一旁静静听着 从不参与讨论 夜间帐篷驻扎好后 大家都是舟车劳顿 草草收拾后便进入梦乡 我白日睡得多 夜间难以入眠 万籁俱计之时 我却听到门口发出了嘻嘻苏苏的声音 不是连翘 我下意识摸向枕头下的匕首 等黑影到我面前之时 我抽出匕首向她刺了过去 未料想刺了个空 反而被她擒住 嘴巴也被她捂住 侯府对婢女倒是大方 让你一人注意顶帐篷 男子低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这该死的贼人 堂堂行步侍郎之子 竟然干这些勾当 我挣扎着要说话 他的手一向我的颈尖 若是惊动别人 你可以猜猜是他们快还是我的手快 我不是婢女 我爹是镇北侯 我上次撒谎是为了活命 我低声下气地说道 他既然不想暴露身份 我就陪他演这场戏 江二小姐 我不想伤害你 只必下风头 你是聪明人 知道应该怎么做 帐篷外人影冲冲 连翘被惊醒 隔着帐篷问道 小姐 你那里可有什么异样 没有 我装作困倦的模样 外面怎么这么吵闹 说是有帐篷发现了蛇 连翘道 他们给了我一些熊黄粉 我现在就撒上吧 太晚了 明日再说吧 我按道大冬天哪来的蛇 肯定是这贼人干了什么事被人发现了 别人正在追踪他 他们都走了 壮士可以回去了 多谢江二小姐 下次见 话音刚落 她就消失了 我阿嬷一声 谁要跟你下次见 一日 陪五娘邀请我们一起去狩猎 他们盯着我目不转睛 琳琅 你穿胡服可真好看 朝中以素雅为美 江瑶光才是这种类型的美人 赵嬷嬷说我容颜过盛 焦力艳艳 不辅当下世人审美 总让我打扮得清淡如水 迎面两个男子策马并行而来 两人身形相仿 都是一等一的杰出儿郎 左侧的男子相貌堂堂 正气凛然 是贺明 我忍不住打量他 此人昨夜还潜入我帐篷之中 白日里便能判若两人 演技不可谓不高超 奇怪的是 分明是同一张脸 我却觉得他和上次黄爵寺中有所不同 他身旁的男子之蓝玉树 正是裴怀川 将二姑娘 裴怀川向我微微点头 多谢你对七郎的照料 我连忙回礼 将一个手里的贵女演得入目三分 江瑶光要上马之时 险些踩空 贺明一把扶住了他 多谢贺公子 贺明对江瑶光笑了笑 露出一口白牙 再看江瑶光 双甲已然扶上红霞 骑马找猎物时 贺明与江瑶光走在前方 两人说说笑笑 好不惬意 我怕江瑶光被这贼人匡骗 跟在他们身后 江二小姐 贺明身上可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裴怀川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旁 我只是看贺公子剑术不凡 我意犹所指 我和裴怀川两人一无所获 而贺明已经射中了两只锦鸡 一只袍子 还升起了一只野兔送给江瑶光 裴怀川恍然 他歉意道 我武艺不惊 不擅长剑术 裴公子才高八斗 连中三元 令人敬佩 裴怀川却道 你我是未婚夫妻 不必如此生疏 你换我三郎便是 他目光灼灼 这么一副容貌 我实在难以拒绝 我叫琳琅 裴怀川将这名字在唇齿间念叨几遍 我从未觉得自己的名字这么动听 但一想到他背后麻烦的裴是一足 很快又冷静下来 我看到草叶之颤 连忙搭弓射箭 竟然射中了 但是力道不足 那只猎物倒在地上片刻 随即又站起身逃了 我当即翻身下马 裴怀川速度比我快 我帮你捉来 很快 他就不见了人影 我等了片刻 还不见他归来 只得去找他 越往前走越冷清 裴三郎 我在这 别 顺着声音找过去 脚下一滑 天晕地旋之间 我摔进了一个大洞 摔得这么狠 我却不怎么疼 洞中昏暗 我暗了暗 并不是地面那般坚硬 琳琅 你别乱动 裴怀川撕了一声 攥住我的手 原来裴怀川给我做了人肉垫子 我的手一阵乱摸 也不知道摸到了什么地方 我连忙起身 给 他捧起手中毛茸茸的狐狸递给我 我帮你捉到了 他身上沾满了草叶 白皙的脸上 也不知何时蹭上了泥土 明明看上去很狼狈 在我眼中 却第一次正式陪怀川 他的眉眼极出众 鲜长的雨节 如同震翅玉飞的黑蝶 谋色4.7 我心如雷鼓 贺明和江瑶光 终于发现我们不见了 拐回来将我们救了出来 裴怀川跌入洞中时受了伤 给我当垫子 又伤上加伤 身上被历时刺出个猙獰的伤口 劳烦琳琅照料我了 裴怀川脸上带着盈盈笑意 我浅笑 应当的 我射中的那只狐狸崽子受了轻伤 我把他塞到裴怀川怀中 三郎便和他一起好好养伤吧 裴怀川和狐狸面面相去 冬售结束时 我最后一次帮裴怀川换药 我的手探向裴怀川怀中之时 他双目紧闭 已经陷入沉睡 狐狸崽子在他身旁窝成一团 他虽是个文弱书生 身材却很不错 我的手滑向他的胸膛 摸到了一块温热的玉 琳琅 这块玉是我娘交给我的 让我日后送给妻子 裴怀川睁开眼 取出那块玉 上面刻的是裴氏图腾 他将玉挂在了我的脖子上 反正我们以后也是要成亲的 现在就送给你好了 裴怀川勾起嘴角 我的拒绝还没说出口 他就抱住了我 这跟我预料的不一样 我本身打算让裴怀川主动退亲的 琳琅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更登对的人了 裴怀川在我耳边呢喃道 我看向镜中那对耳鬓撕磨的男女 心中打定了主意 回京以后 将遥光的亲事定下了 是贺明 裴向府上也和镇北侯府交换了耕帖 我和裴怀川的亲事已经过了明处 只等择日成亲 这次东寿仿佛是陛下的回光返照 回宫两月后 他便抱恙 接连几日不上朝 皇帝生姓多疑 宠姓宦官 将三个成年皇子都派到偏远的封地 宫中有宦官 朝内有外戚 贵妃之兄长护国公 全是滔天 所姓朝中还有陪向之流的忠臣 朝政才得以安稳 但如今皇帝一病 各方势力便虎视眈眈 裴向被人攻坚 裴是做官的子弟被纷纷打压 而裴怀川一介文臣竟也被调离了京城 我爹是武将 从来都是明哲保身的 没人想到这把火会烧到他身上 他被人参了一本结党营丝 这是为臣大忌 琳琅 你连夜就走 越快越好 镇北侯摸着我的头发 你从小不在侯府长大 是我亏待了你 这祸患也不应当殃及你 王氏不愿离开 他是主母 要和侯府共进退 而江瑶光 哭哭啼啼个没完 说要保护我南下 去找人来救侯府 王氏让人把他打晕送到了贺府 他和贺明已经定了亲 贺府会护助他 琳琅 你平平安安过完这辈子就好 不要回来了 王氏抱了抱我 强忍泪意 我带着莲翘和几个护卫 收拾了金银细软 连夜逃离了京城 一路颠沛流离 京中富贵竟然如过眼云烟 郑北侯被押入天牢 女眷冲入教方司 所幸暂未有性命之忧 我得知他们都活着时 才长舒一口气 但未曾想 竟还有人一路追杀我们 连翘不解 侯爷在朝中从未结党营私 究竟是为何想要害他 他不知 我却是清楚的 郑北侯在朝中从不偏移哪方势力 虽是五驾 却早已结甲归田 过了几十年富贵日子 并不惹人注目 这样一个富贵贤人 却深得卧病缠身的陛下信任 甚至被多次召进宫中 带我去找裴怀川 我叫来了护卫中那个大高个 他叫叶尹 平日里沉默寡言 仿佛一个隐形人 但他身手最为出众 我看得分明 他不是侯府的人 他有些惊讶 随即拱拱手 听凭姑娘吩咐 后面的追兵如同恶犬 紧咬不放 一路又折了三个护卫 进入湖州地界后 叶尹却告知我一个坏消息 裴怀川随卢王赴了前线 归期不定 我冷笑一声 他一个文弱书生 也能策马上阵杀敌 叶尹低头沉默不语 先前带的金银派上了用场 我让叶尹租了处小院子 姑娘 你这是做肾 连翘不解 我们不是带了钱吗 做豆腐 我们几个外乡人来了此地 不找个营盛 时间长了 自然会露出马脚 几日后 街坊们都知道 这里新开了家墨房 任追兵把湖州全臣人家翻了个底朝天 却也没想到 我们藏在一家小作坊里 叶尹和连翘半座夫妻 我则是和凶嫂住在一起为出嫁的妹妹 我涂黑了面孔 怕自己这张脸招惹是非 叶娘子 你家妹妹可曾婚配 邻居张大娘 切了块豆腐 还同连翘说笑 连翘瞟了我一眼 正要说话 叶尹抢声道 已经定了人家 张大娘道了声可惜 回屋以后 我便告诉叶尹 以后别乱说 我还指着在湖州找个好人家呢 可是我家公子 你家公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皱着眉 镇北侯府都不在了 裴三郎素有宽又美名 定会同意取消亲似的 我不同意 来人奇长的身影笼罩在我面前 连翘和叶尹连忙退了出去 一别数月 裴怀川不同于在京中的温润如玉 反而眼神伶俐 带了些杀伐之气 这才是真正的他 怎么不演了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手中把玩着匕首 裴三郎不是出了名的高风亮节 为何不放我亲事 裴怀川轻笑 在你面前 我无需伪装 你可想好了 我江林郎做不来什么贵女 讨厌那些繁文入节 生性善度 不许我未来的夫君那妾 裴怀川避也不避 握住我手中的匕首 我性情偏执 资诸必较 根本不是什么光风济月的君子 此生只爱一人 绝不耐窃 他的手开始渗出血迹 我按道此人功于心计 比狐狸还要狡诈 他赌我会心软 这该死的贼人 不知何时偷走了我的心 我将郑北侯交于我的虎符给了他 这是郑北侯最后的杀手锏 也是一路追兵不断的根由 他拥助我 我若负你 便万劫不负 卢王乃陛下第四子 裴怀川一开始就是他的人 卢王拿了虎符帅二十万大军进京 贺明在京中接应 寥寥几月 便视如破竹 奸焕和护国公反目成仇 在护国公家中发现了通敌的信件 护国公苟急跳墙 杀了奸焕 和贵妃李应外合向皇帝逼宫 被及时赶来救驾的卢王 斩于剑下 皇帝久病缠身 心力交瘁 驾崩之前 拟了传位圣旨 卢王择日登基 京城上空 笼罩了多日的阴云 终于散了 陪向年迈 上书告老还乡 镇北侯被平反冤名 从天牢中放了出来 官复原职 镇北侯府张登结彩 喜气洋洋 我比江瑶光晚些十日出嫁 江瑶光婚礼那日 我以为我不会哭的 没想到还是双眼红肿如核桃 都怪江瑶光 一定是他泪水太多 才传染给了我 如今轮到我了 我打定主意 绝不能哭 王氏拉着我的手 林郎 你是个好孩子 侯府能有今日 多亏有你 娘真舍不得你嫁出去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 那我不嫁了 再陪您一段时日 王氏称道 那可不行 姑爷定要埋怨我的 莲翘也笑道 姑爷对姑娘 可是情根深重 婚期改了几回 恨不得将你早日娶回家 我才不信 莲翘阵阵有词 她看姑娘的眼神 跟姑娘看金子的眼神 是一样的 金子啊 金子可是我的心肝 我的心底弥漫出一股甜意 夫妻对拜之后 我被裴怀川牵着入了洞房 没想到兜兜转转 我竟然还是嫁进了裴府 床上有个红衣小郎君滚来滚去 正是裴七郎 他朝我和裴怀川作衣 一板一眼地背道 助兄长嫂嫂幸福美满 早生贵子 看他呆头呆脑的模样 我忍不住笑出声 裴怀川也笑着塞给他一个大红蜂 让人将他抱了出去 我闲头上戴得凤冠侠佩太沉 让裴怀川帮我卸下 我伸出脚 裴怀川弯下腰帮我脱鞋 没有丝毫不耐心 裴怀川 你已经娶了我这个假贵女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裴怀川孤住我的腰肢 夺走我的呼吸 抬头吻了上来 假贵女和伪君子天生一对 久历见农春思荡 冤央袖被翻红浪 裴怀川视脚 我是裴怀川 裴是一族看似繁花似锦 实则是烈火烹油 我不喜欢读书 我喜欢练舞 师父说我是习武的天纵之才 但我背负了裴是一族重任 只能走上仕途 我才名远扬 以一个光风济月的君子形象世人 把自己偏执阴暗的一面都藏了起来 我和贺明都为卢王暗中效力 我和贺明身形相仿 我们常借助面具 互换身份 《黄觉寺》中 我追查到了一个潜逃多年的官员 他私吞了二十万官银 卢王需要这笔钱 窗外有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江琳郎 他说自己是丫鬟 哪有主子会用容颜这么妖艳的丫鬟 但他演得很认真 他身上有一股生机 让我一不开眼 我拿走了他的玉佩 他很生气 但我还想再见到他 他是镇北侯的女儿 他很聪明 果然发现了我手上的伤痕 可惜我用的是贺明的身份 每次他来陪府 我都在暗处偷偷看他 他带着七郎爬树 捉蟋蟀 他的贵女模样都是装出来的 我知道 但我想多看他的笑颜 游街之时 我接住了他的花 七郎太过躁了 东寿之时 我往护国公的帐篷搜寻一番 被人发现后只得作罢 还中了一箭 没想到护国公如此谨慎 请了五六个爵士高手 我躲到了他的帐篷 我不会牵连他的 我只是想见他一面 白日里 我找机会和他同行 他一直在看贺明 难道他喜欢武艺高强的人? 我捉住那只狐狸 跳入洞中 用石头给自己的伤口做掩饰 他又轻又软 像一团云 我竟然抱住了他 他看我的眼睛很亮 他会不会对我也有一点喜欢? 护国公没有怀疑到我身上 江琳琅一直在帮我养伤 我的心全都在他身上了 他是个很聪明的姑娘 善于伪装 他摸向我的玉佩之时 我就知道 他发现了 江琳琅啊 真不巧 我是个自私的人 这一生都不可能放开他 幸好 他对我是有几分喜欢的 他只能嫁给我 朝堂风云变幻 我本不想牵扯到他 却没想到叶尹传信说他在湖州等我 我归心似箭 卢王也取笑我 他把虎符给了我 我怎会辜负他? 江琳琅 哪怕他不是世人追捧的贵女 那又何妨 他不喜欢繁文入节 我就让他做自己 绝不用那些束缚他 在我眼中 他是最好的姑娘 我爱他面具下的生机四溢 我们是天生一对 是天生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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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